北京时间8月26日,据日本媒体朝日新闻披露,此前发生的中韩游泳事件有了新进展,韩国代表团已经接受了中方的道歉,双方达成和解。 该文中提到,据OCA相关人士透露,韩国代表团的团长代表韩方接受了中方的道歉,OCA和亚洲勇联确解中韩双方在尊重奥林匹克的精神基础上能相互谅解,最终双方达成和解。 世界回顾,中海游泳选手间的这次冲突,发生在23日,的女子50米挖泳预裁前,由于热身是运动员较多,所以双方有了这次冲突,据当世人金海金透露,当天为了被占预裁,她在训练场的第四号泳道出发练习挖泳,在约25米处。 她的脚步小心撞到了后边,追赶而来的中国选手沈夺,她立即向沈夺道歉,道歉后,她继续向终点游去,但是此后她感觉自己的左脚,被什么东西踢了一下,然后发现是沈夺用脚踢了两次我的腹部,两人有了肢体冲突后,韩中两国教练团圈组两个人,中方教练团当场向韩方道歉,回到运动员村后, 中国队领队在度带着运动员向韩方致歉,不过韩国团导在记者会上表示,已经提交了抗议书,必须要停止施暴行为,即使有中国选手的盗窃,也要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和处理。 在韩国代表团向亚奥理事会投诉后,亚洲永连进入此事,并且开会调解此事。 同时中国体育代表团新闻官员也证实,当时韩国运动员在泳池内与中国运动员确实发生了身体接触。 双方后来在沟通过程中情绪都比较激动,发生了小的肢体冲突。 事件发生后,中国运动员曾两度向对方道歉,其实在拥挤的泳池里踢到对方的这种情况很常见,不过还没去强调,金海斌是被殴打了。 同时强调,他在此次事件后,在50米挖泳中级获得第四,并没有获得决赛资格。 而韩国队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前已经未得,所以不少中国网友猜测,韩国队有用此事掩盖当时邻金的舆论意图。 毕竟在拥挤的游泳池,发生肢体碰撞算是一件尝试。 当时选手介绍,沈夺,自由泳运动员。 2014年,沈夺在南京青澳会上大放异彩,一人拿到混合4乘以100米自由泳接力,女子4乘以100米混合永接力,女子100米自由泳,女子200米自由泳,女子4乘以100米自由泳接力,和混合4乘以100米混合永接力共六下冠军,成为当界青澳会夺取金牌最多的选手。 同年的亚运会,沈夺依旧在自由泳比赛中,展现了不足的实力,夺得了女子4乘以100米自由泳接力赛,女子100米自由泳接力赛,女子4乘以200米自由泳接力赛,和女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赛,和女子200米自由泳接力赛,这次没金牌,2015年的卡山游泳式锦赛。 她又和复原会,石敬林,陆营一起夺得女子4乘以100混合永接力冠军,韩国选手金海金,也今年24岁,名气不大,在本次亚运会女子50米娃永运赛中,她排名小组第四,没有进入决赛。 她曾参加过2009年罗马市锦赛和12年伦多奥运会,并在2014年,曾被吉州打办公室收于年度最佳运动员奖,在本次亚运会的目标是在100米娃永拿到一枚奖牌,不过在创入决赛后,她最终就名列第六位。 请不吝点赛。